我和大家重温4月15日,谷草的夜马 第五场赛事,四班千二米 首先和大家看看重播 起步的时候,有一只马没出到集的 就是分道兆 看看前面哪些马比较快 二头起步太阳磁马,虽然贴了蓝房 二叠拍着一齐走,就像加州类列 外面全程三点网空,又响又响,四叠位置 也有一只晋王星,这四个马比较快 第五位的马就是青年才俊,拍了一条篮走 中档,第六位是红旺,外面有一只皇帝赛 最后四位是桥军,最后三名运彩,最后三名运彩 最后三名运彩,最后三名运彩,是卡比秀 到600多米,最远备入第二个弯 前面自己一只放出来,就是加州雷电 只有他一只走的,领先一个多马位,再入彩 第二位的位置,在二叠望空放的时候 第二位是有响有响,在南的包装位置 就是太阳子马,第四位是晋王星 第五位是红旺,见到准备入彩的时候 都拉了出去三点看他追到多少 日正直路的时候,前面放出来 继续是加州雷电,都领先着马群 一个多马位左右 中间有响又响未散得完,内栏还有太阳子马 外面追得很厉害,就有运彩,另外还有红旺的马 最后几十米的时候,加州雷电已经在特维尔出 领先着一个多马位的中点 跑第二位是运彩,跑第三位是太阳子马 跑第四位是内栏偷上来的快利堡 今场,跑第一位是田泰安座旗 加州雷电自己一放到第二 一有四五三个马位赢马 跑第二位是国安座旗的运彩 跑第二位是泰安座旗的运彩 第三位是泰安座旗的太阳子马 放在前面,后来是冬浦已顶到一个贵军 第四位是沿着内栏上来的快利堡 大叶满的红旺只能跑第六名 今场想和大家看看两只马 首先和大家说一说,当然是头马 加州雷电 可以看看今场如何跑 他出阵后停一停 看到他的出阵反应也不算太快 因为他已经是内栏 太阳子马率先比较快 但也看到田泰安也没有松懈 继续比较下去 继续骑马 转第一个弯的时候 他还没拿到一条篮 内栏是太阳子马 他就会在二碟放 到对面直路的时候 差不多了 他也是继续去推骑的 我看到这里大约是700米断柱的时候 田泰安瓦往内栏 过了那只太阳子马 然后马就拿到一条篮坊 拿到一条篮坊 看到马的走规是顺畅了很多 其实这里也想赚一赚田泰安 出了集后 都完全是很积极地比较到马 其实也看到这么贵 田泰安有不少马都是投赢的 比较多的是加州系的马 加州名俊 加州德顺 加上加州雷典 都是田泰安发挥得不错之下 全程领放 可以放到的 另外还有些胜利在手闪见精灵 有响有响的那些 所以也别说田泰安不只能骑后上 今季来说 看到它有明显的进步 就是骑前置马 也是骑得不错的 在这里 要赚一赚田泰安 另外也想说回马的走势 今季才开始服役 看到它也是出赛与出赛之间 在粗练方面 也有一个不错的进展 而且马是有进步 看到今场的赛事离鸡 看到它自己放头 其实它的短速也放得很快 也算是可以快放之下 顶到尾赢马 赛前完成时间1分09秒73 比起标准时间 放快了3700 也算是自己放头 自己做一个步速 最后也是以一个快的标准时间来赢马 看到马也是有进步的 看回它今场赢马的时候 其实它的评分是53分赢马 所以我估计 平榜完加分也不会太轻手 有机会加7分或以上 所以到下一次再出的时候 评分方面可能是60分 看看有机会 可以步跑一些三班赛事 估计起码都会加到60分 甚至乎更加61分 也不奇怪 因为始终它赢马的赢马 距离远和时间都很漂亮 赢马赢马 赢马赢马 加州雷电 二维币天坦安日发挥之后 也想和大家看看 大热门2.5倍 这只红旺 究竟为什么今场大热门 最后至最后可以跑第六 连马赢马赢马也收不到 究竟哪个问题都可以看 今次全程如何跑 看到出门后 其实红旺也不算太有速度 其实也是在三叠四叠位置 放在前方 其实看到这边 莫雷拉也会有少少 好像发挥方面有少少有疑 究竟将项马推前 继续和前面的马烧好 还是松在后面好 最后莫雷拉也选择得到遮挡 看到这只靶马拉进去找到遮挡 其实有少少抢口 但也算不算太严重 也算是全停 也跟得挺顺 到这边 进去第二个回合 莫雷拉也很快 已经拉出到三叠堡去追 看到一只马看空了 其实迫势还可以 我认为今场 也不算是骑士的发挥方面 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全程没有什么跑错 但看到一只马进到直路之后 也有少少外闪 当时未打边的时候 已经有少少外闪 鞭下去的外闪情况 不算太严重 但加速力不算太多 首先我认为 莫雷拉今场的发挥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跑错 纯粹是一只马来说 可能进度方面 会令人比较失望 再看赛后报告 可能因为这只马来说 这只马来说 最后只能跑第六名 所以竞赛先出 也有少少问话 莫雷拉也长篇大论解释了 主要来说 他也是想说一只马来说 跑法方面 是有少少失望的 另外 兽医也没有再说一只马 检检些什么了 纯粹可能因为莫雷拉的说法 也会觉得一只马的表现 比他预期中 比较失望一点 找遮挡的位置 也是一只柴检指示 根据柴检指示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特别做错 再看看 找一只马金巡 没有什么跑错 究竟差什么呢 有机会看到粗连方面 有少少好像粗过了龙 因为出赛之前 也有莫雷拉 也亲自粗了很多货 再加上埋门 跟他做了货司宅 有机会因为 有少少粗过了龙 而且这只马也可能 未必能跟得到的进度 所以结果 跑得下来 表现有点失望 而且莫雷拉 也愿意在埋门 那方面 亲自跳过的匹马 击货 也有机会 他去到出赛的时候 也愿意 继续骗回这只马 相信 其实他也对这只马 有些期望 因为始终 这只马 红旺 看回血统背景方面 是线怒如光辉的 一只半兄弟 所以前景方面 就应该不会太差 看回血统背景方面 红旺的部署 可能有点搞笑 因为他也是不断 步跑的一些不同的路程 不同的场地 看到他上一场 即是连续两场 对上那两次出赛的时候 也是在田草千四 跑到第三名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 这次又转场又转程又缩程 缩了我去谷草千二 部署方面有点奇怪 因为看回他 今季 其实有四次上名 当中两次就是田草千四 两次就是谷草千二 但他已经说 跳了上去跑 一些比较长的路程 田草千四 那我望然今场缩程 部署方面有点奇怪 刚才他说 一只马来说 其实是一个有潜质的马 始终血统背景方面 也是不错 亦是有潜质 而且看到他跑过这么多场的赛事 全部都是用大师傅去骑马 有谁骑过 潘敏 田太安 巴道 王雷 有几位大师傅 都骑过这只马 我都觉得 莫害高处方面 也不像是太想减分 因为如果他想减分的时候 他可以用一些建杂生去骑 但其实 叶昌昂暂时没有 都是集中找大师傅骑马 所以 也估计 他的部署方面 也很难去减分 看看他之后 再出期时 可以怎样 相信如果趁马 现在也是叫做 华级收益的阶段 不容在行习 今次被莫雷拉 骑完之后 下一次再出 其实都可以有进步 看看部署方面 如果是叶昌昂 继续坚持马 跑短途的话 相信都可以有接近的走势 但如果真的想说 希望出头赢马 我建议 跑回比较长的路程 田草千四 也可以试一试 又或者想集中在谷操发展 可以试一下 上去1650 试一下 看回这些同副系马 比较多的马 起码都是千四或以上 有好表现的 可以赢到马 那些勇官王 充问不凡的马 都是在千四或以上的路程 可以赢到马 胡雄王 如果他下次再出的时候 可以增番情 我对他的信心会比较大 希望他下次再出的时候 可以增情 那就有望出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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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